欢迎您收看《魅力东方》 我是黄宝慧 杭州是萧山区拥有浙江省唯一的空港 以及杭州唯一的出海口 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当的优越 让萧山区在中国市辖区科学发展百强排名当中 名列第四位 在萧山区其实聚集了众多的台资企业 其研发制造的能力涌贯全球 同时也在萧山城市发展的产业链当中 扮演着剧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今天《魅力东方》一开始 要带你一起来认识这些隐形巨人 整齐跟进的车间动作流畅的制程 这样的厂区规模在杭州萧山比比皆是 而其实这些企业的实力 不光是外在环境的配套完善 技术研发的软实力 也早已与德国日本并驾齐驱 那这个产品它最主要是用在那个航空航天 还有一些海军军规上面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电线 但是它的材料非常特殊 所以说在航空跟军规上面 它用到的一些电线的要求的特性 就是说一个是耐温等级 耐油 耐水 还有耐高低温的 所以我们这条县是 生产线是为它特别做设计的 1988年从台湾起家 当年一家不起眼的小工厂 如今却已成功达入IBM BUSH 思科等众多国际顶尖公司的供应链 能做到如此成功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 它整个设备从设备的设计到 到整个的量产运作当中 我们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做验证 任何高端科技的生产 它要经过很多层次的一种改变 假如说你这东西委外做的话 其实你花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我们不要快 但是我们要做长年打算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经验累积起来 一般人听到电线 客班印象总以为 做电线的公司八成是低毛利率的企业 但在杭州硝山的这家企业 靠着不断钻研与自主研发 居然生产出能与光纤一屏高下的电线 光纤的成本我们讲 它做高速传输 它可以做到没有错 它可以做宽平台传输 它可以做得到 但是它的成本 感到温度的吸收管理 你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假如把这个铜线传输度 你做得很高 你假如能够接近到 我们所谓的光栏的一个速度 但是它的成本会有竞争力的话 但是市场在那边出现 进来以后 我们现在全部要换装的东西 在别人认为无路可走的地方 细心挖掘 用心研究 走得比别人更远 玩得比别人更成熟 这或许就是这家电线厂 成为工业界隐形巨人的秘诀 其实常常讲西洋工业 有人认为我们的电线也算西洋工业 你看很多企业都慢慢走没落下去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东西 任何西洋工业 任何的产品里面 都有它的高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 你有没有走到最前端去 所以你要走在我们所谓科技的前端 当你走到科技前端以后 你就可以赚到它那个第一头金 对袁永东而言 企业能够赚钱很重要 那是对员工负责 但赚来的钱怎么花 更重要 因为那是对自己负责 你一个企业要赚眼前的尽力 还在找百年企业 这是你自己定位 那我定位是百年企业 做百年的经营的话 那你投资在这前面有必要性 但是投资在前面很痛的 你赚到钱 你可以就花了 你可以用了 但是你现在不能用 你要投资到设备里面去 这个勇气你要有的 袁永东被我打造出 华人百年工业的报复 其实也是当年受到一位老外 一番话的刺激 他说你们华人 不管中国 不管是台湾 很少看到百年企业 假如你们每个人 都是很自私在做这东西 没有做远见 没有威胁 你没有做百年企业的考虑 那当时这个句话 对我的心里面的震荡 非常非常大 我就告诉自己 应该讲 我们热农应该做百年企业 前面是蓝色的 再过来白色了 现在变绿色了 做哪个工丹 我们知道他做过没有 因为我这边的责任是负责生产单位的 所以他在生产的一些精益的可视化的部分 然后一些定点定量的一些管理模式 对我们做一些比较深刻的指导 所以今天我们下来之后 我们团队就会回到我们的工厂 把这个好的东西往我们的工厂去做推行 要做百年企业 除了软硬体的自主研发 更重要的 还有人才的养成与企业文化的形塑 他很愿意把他所思维的东西 会跟我们这些年轻的一辈带领他 带领我们去学习 让我们可以很快地 把他多年的经验能够 藉由这个动作上我们都要传承 这么多年下来 老板也都给我们很大的发挥的空间 让我们年轻人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提升自己 如今一届70岁 本该是寒移弄孙的袁永洞 每天依然享受着奔波 于全球五大洲 掌握公司每一分钟脉动的感觉 为的就是他对自己的坚持 我们乐龙公司提供的平台 我用我自己的智慧 用我自己的方法 让你们跟我们合作 我们未来这个袁景 百年企业 让华人在中国 我们做出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我们所谓的 要沉寂出来 这是我个人的愿望 其实在杭州萧山区 还藏着不少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 他们默默耕耘 专注于本业技术 用他们深藏不露的真功夫 硬本领 主导整个产业市场 这家来自日本的糖果公司 当初就是因为杭州萧山出色的地理位置 和成熟的产业配套 决定在此落户生根 其实市场很难去计算 非常多的这种品牌 但巴尔加它的长处 因为这个巴尔加是1910年创业到目前 只有100年这个企业 所以在这个过程 他们有自己的 在产品的差异方面 有自己一些独特的不同的地方 注重产品差异化 因应各地区客群 相对做出不同产品的调整 让这家糖果厂 一年营收就高达了5亿人民币 我们做食品也很重要 你的口味适不适合消费者这个需要 是很重要 所以当然很关键的就是说 要做一个好的食品 基本一定要一个用很好的原料 然后再来配方再来工艺 落户企业积极主动在市场中 创立自己的立基点 善用当地环境 政府资源 以及中国大陆的市场腹地 既打造出企业的百年品牌 也成为杭州萧山的城市名片 2014年 萧山生产总值高达1700多亿人民币 高居全国县城经济总和实力第七 浙江第一 更是浙江省第一个GDP 冲上千亿元的曲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科技不断的进步 虚拟实境与互联网 早就已经成为当今最夯的议题之一 而在杭州萧山 新媒体的全面开展 也成为这个城市的发展主力 在萧山 有一家公司就试图 让日常生活中的玻璃 不再扮演阻绝的功能 反而是进入大千世界的一道入口 究竟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又要如何去做到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四月里在杭州白马湖正式展开 现场有最新的体感侦测技术 人机互动游戏 还有可以亲身体验的高科技创意 它里边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个人使用的手机 然后戴上这个眼镜之后 它是一个个人光级系统 戴在头上 就可以实现在里边的漫游 而且它里边内容啊 它是立体的 透过下载手机APP 任何人戴上这个头戴装置 马上就置身在一个3D影像虚拟空间里 虚拟科技是当今最夯的议题 如何与互联网做结合 正是目前萧山科技业专注的研发项目 让我们从我们原来的这个手机屏 电脑屏PCR 然后到我们的播放就电视 进入到我们的一切玻璃都是终端 一切玻璃都将会成为 我们的生活娱乐的这样的 第四屏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个屏的未来的想象空间 会超越我们现在的整个所有人 一切人对它的这种想象 想象在未来 家里的墙壁由玻璃做成 但却不再扮演隔绝室内外的功能 反而成为小叮当的任意门 让你可以进入各种场域 这该有多神奇 就是我们决定说 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液态瓶 就未来的这个店铺啊 将会打破这种物理空间 就以后没有这个店的概念 就一切玻璃都是店 原来有店的体量 决定说有50平方 1万平方 10万平方的这样的卖场店 以后的话 这块玻璃可能就是50万方的这个店 因为里面可以包罗万象 而且会把双品之间的品类会打破 利用3D扫描技术 把虚拟商店内的商品 变成货增价实的物品 而且我们的这些二维码 都是由实物产品 进入数字化建模以后制作的 所以说我们不光是它的一个样式 尺寸包括颜色纹理 我们都会跟实物做成一模一样 拿着二维码 放到它家里想摆的地方 我就是一个虚拟实景的一个体验 这样的话 给客户的一个临在感的话更好 透过二维码 人们可以在家里轻松模拟出 一件物品摆放在家中任何地方的效果 以眼见为凭取代空想 互联网家的一个时代 将会让我们的生活 从二维时代进入三维时代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张照片进入到虚拟空间 未来的像这种虚拟空间 有一个名词叫临在感 就是真实的世界跟虚拟的世界 会越来越贴近 到达最后的临界点一刹那 在萧山 企业们不断地向极致挑战 而在研发的同时 也兼顾科技与人性的平衡 现在的人每个人都看着一个手机 实际上人与人之间都已经陌生了 我认为都已经看看是我们人 坐在一起回着吃饭 都在玩手机 它实际上都是割裂掉 那未来这张餐桌 可能这块玻璃会把人重新拉回来 未来一块墙面玻璃 可能会把更多的人连接在一起 透过网络 将数据彼此串联 建立起便利的生活形态和高效的工作机制 相同的原理也运用在传统的制造业上 就是我从订单到你的生产计划 到你的备料 采购一直到入库 中间还要经过质量管制 一直到投产到车间生产线 最后把产品做出来 那这个物流屋的一个整合 其实是整个ERP最后成败的关键 谈长夫因为看好中国大陆工业的起飞 决定来到销山做专业的讯息供应平台 透过软体管理系统 让传统工厂大幅降低不必要的生产成本 有效管控产制过程 举个例子 现在客户订单从5000台改成3500台 结果你要多久才能把这个差异算出来 那你算得越慢 你通知厂商通知现场通知仓库通知车间 或是通知悟空 速度就变慢 那越慢如果厂商或是现场把东西做出来了 结果你的订单减少了1500台 你没有应变过来 那就是你的成本 高效的管理系统成为企业强而有力的后盾 尊杰夏的成本再度转换为投资软硬件的资金 积极鼓励正向的循环 是销山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坚持不变的态度 那么我们杭州湾新智港 它其实作为我们销山经济转型的一个大平台 也是作为我们这个杭州软件新城的一个线导区 我们也希望杭州湾新智港 它成为这个销山整个智慧经济的一个起航站 在销山 高科技与旧传统有了新交集 过去与未来也跳脱了空间 有了对话 新技术与新应用 在销山区此起彼落的交相激荡 完整的配套措施与产业群聚效应 不但让上下游产业相辅相成 更让销山区的脑力资源成为浙江省最突出 也是最自豪的亮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今年年初的中国南车与北车的合并 无疑成为中国轨道工业的重要里程碑 在中国大陆的城市发展当中 轨道经济近年来已经成为险学 在自产、自研、自维修的政策方向之下 杭州的地铁车厢全部都是在地的研发与制造 这样的思维对杭州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带你一块来了解 对许多大城市来说 交通拥挤是最棘手的一件事 而城市轨道交通的新建或许就成了智本之道 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准时 然后它有高路权 它不会影响到地面的一个交通 对于缓解地面的一种交通 拥堵的话是非常有利的一个 所以说现在全国也是在大力的发展 杭州目前的一个规划的话 是有八条线路的运行 八条线路的一种规划 2012年杭州第一条地铁开通 如今已有三条线正式投入营运 虽然杭州地铁的发展时间不算早 但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和其他城市最不同的地方是 在杭州萧山 有一座专门生产地铁车厢的基地 而当地的地铁全数由本地制造供应 我们这种地铁车辆生产 属于一种高端的一种装备制造业 引进的话对于带动杭州当地的 一个经济发展 然后周边的一些经济发展 是非常有意义的 除了带动周边的效益 更重要的是车辆在地化生产 让杭州地铁的营运 比起别的地方更省成本 除了新造之外 我们也会承担地铁车辆的一个 维修的一个业务 因为可想而知 在这个地铁30年的运行过程中 肯定是会需要进行不断的一些维修 在当地建厂的话 对于能够响应客户的要求 是非常迅速的 也对于它减少它的那种维修成本 也是非常有利的 除了地底下走的 杭州萧山的天空也没闲着 由于萧山是机场所在地 再加上中国大陆电子商务 龙头阿里巴巴的总部 也设在杭州 电商的发达 与空运的便利 行速杭州萧山成为了 华东物流重镇 当时我们在这里选择在这里 一个它是靠近机场 对于我们航空这一块 是有大有帮助的 至少跟机场的距离近 那我们的时效可能有保障 对于消费者来说 网路购物最重要的就是便宜和速度 要如何快速地将物品交付到消费者手中 以成为各家物流公司最大的挑战与核心竞争力 第一步是半自动分解 然后就是分的八条线 八个区别 八条线 再再细分 先是这个用的半自动抽分 然后再细分 高销率的分流线 让这座物流厂一天就能处理高达4000吨的货物 而您相信吗 眼前这座大货车再来的货 它们可以在20分钟内分流处理完毕 以前就是全人工拉大 一条线长的八个人到九个人 现在只行三个人 像我相当这样 就是整个浙江省 我们在网上修设的产品或者是商品也好 浙江省发到外面去的 跟外面发到我们浙江省的 杭州市发出去最多的 杭州各大物流公司愿意投资产线自动化 拼感交货速度 除了得益于各大电商都有在杭州布局 更是因为中国大陆民众早已高度依赖网购 这个厉害啊 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再增加 不是像普通的制造业 三个点五个点这么增加的 至少在五年以内 我认为还是在以50%以上的速度要增加的 徐猛告诉我们 今天光是杭州的物流快递 一年创造的产值就超过百亿人民币 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除了大环境消费趋势的改变 更因为萧山本身优越的地理位置 当时来看这个区位的话 就等于是一个 至于这个浦东和浦西的浦东 那也就是我们至于台北的这个 东区的意思 就是新一计划区这个意思 隔着前唐江与杭州市遥相对望 萧山区如今已成为众多外企 于台商布局中国大陆的选项之一 杭州是电子商务巨拨阿里巴巴的总部 杭州萧山区的物流更是不断向速度的极致挑战 而跨境电子商务的成熟 更是萧山区维持物流优势的关键 我是黄宝慧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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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